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政是刘备集团后期加入的重要谋士 其人深谋远虑 算无一策 战略清晰 战术精明 堪称鬼才 正是在他的谋划下 刘备夺取了刘章的益州 获得了安身立命的根据地 又是在他的谋划下 刘备夺取了曹操的汉中 获得了进军中原的前哨基地 可惜 法政与刘备占领汉中后的次年就去世了 诸葛亮说的两句话有两层意思 一是 法政是唯一能说服刘备不冲动征讨东吴的人 可见法政与刘备二人的君臣之情 二是 法政即使说服不了刘备 也会跟随刘备东征 为刘备随时出谋划策 刘备也不至于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 由此可见 法政的战术水平高超 有人甚至认为 法政不死便无三国 那么 法政到底有多厉害 诸葛亮在第一次见到刘备时 就给刘备规划好了夺取天下的战略 其中提到这么一句话 刘章暗弱 张鲁在北 民因国父而不知存续 智能之事 私得明君 刘章时任益州次世 作为一方诸侯 他的性格的确暗弱 当时他的父亲刘备任益州暮 不久因病去世 临死前一数让他的三子刘茂为继承人 但刘焰死后 益州全臣赵伟认为 刘焰的幼子刘章性格温人软弱容易控制 于是尚书举荐他记账 此事 朝廷因此同意刘章成为益州目 这个暗弱的性格也有积极的一面 那就是刘章没有逐鹿中原 一统天下的野心 他只想经营好自己的一抹三分田 对打仗毫无兴趣 这就使得益州百姓安居乐业 不必战死沙场 也不必缴纳过重的税 可以说刘章治下的益州 是东汉末年乱世中的一处世外桃源 但是诸葛亮还说了 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这个智能之士 就是指刘章正治内部自命不凡 渴望建功立业的官吏 刘章是个守城之主 不是乱世枭雄 没法提供给这种人一展身手的机会 因此他们更希望投靠到刘备回下 诸葛亮这句话也暗示了这种智能之士 可能会作为刘备的内应 共同夺取刘章的地盘 果然赤壁之战后 智能之士出现了 他们就是一州军役校尉法政和一州别价张松 法政原是关中地区的福丰人 他的祖父法事是关东末年的明氏 巧合的是他号玄德先生 这似乎在冥冥中预示着法家后代与刘备的渊源 既然初年天下饥荒 法政和好友孟达一起逃入一州避难 但是法政作为外来户 一直被当地的世家大族所漠视 混了很多年才当上军役校尉 这么个小官儿 只有一州别价张松跟他的关系比较好 两人认为跟着刘章这么干下去 肯定没有什么前途 应该另寻新主 很快他们就看中了规模虽小 但潜力巨大的刘备集团 公元208年 张松出使曹操后归来 劝刘章与曹操绝交 并结交刘备 刘章问 谁可以作为使者 张松举见法政 刘备接见法政时 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小官就怠慢 而是以恩义接纳 尽其殷勤之欢 史书中记载 法政的性格是 一餐之德 匣子之冤 无不报复 甚沙会伤己者数人 即别人给他滴水之恩 他会涌全相报 别人给他一点损害 他也要想方设法的报复 刘备对他的款待 让法政感动得无以复加 回来后就对张松说 刘备如何有雄才大略 如何有识人之名 是值得效命的英主 于是两人达成共识 期望有朝一日 能赢刘备入主一周 机会很快就来了 赤壁之战后 曹操稍加整顿 恢复元气 准备讨伐汉中张禄 刘央认为曹操醉翁之意不再久 进攻汉中 是为下一步夺取义州做准备 刘央没有意志去抵抗曹操 这时张松法政建议他 迎接同为汉室宗亲的刘备入义州 让刘备帮助刘央抵抗曹操 焦虑之中的刘央同意了这个方案 法政贤命出使刘备 他表面宣告来意 按地理向刘备献策 以将军之命是英才 趁刘张之懦弱无能 张松一州之左右 以为内应 然后以一州之阴妇 平天府之贤祖 以此来成大业 亦如反掌 法政的话 正好符合诸葛亮的龙中队战略 实在是天赐良机 刘备欣然同意 留下诸葛亮 关羽 张飞和赵云等人 防守荆州大阪英 自己和庞统帅领部族数万人进入一州 从这件事上也能看出刘张确实不能成事 他居然不加思考 轻信不下之词 刘备入署后 请教法政张松一州的地理事务 兵器 政府 仓库 人马多挂 及各大军事要塞 距离远近等事 两人均加以详细解说并绘制地图 提供山川地理资料给刘备 刘备因而掌握了一州的所有情报 刘张隐约觉得刘备有些不对劲 此时张松的兄弟广汉太守张素 知道弟弟已经心向刘备 意图谋反 担心被连累 于是向刘张检举 张松立刻被刘张斩首 至此 刘备与刘张终于刀兵相见 刘备带领庞统和法政 从加盟一路南下 向成都进兵 势如破竹 刘张谋士正度谨言 刘备孤军来袭 资源匮乏 民心不服 我们若将巴西童子两郡的百姓西迁 将当地的粮食仓库全部烧了 载住堡垒 挖壕沟 不跟他们正面对战 肯定能拖死刘备 这个兼壁青野的战略 可以说切中了刘备军队的软肋 刘备听闻此事后 感到大事不妙 连忙询问法政 到底该怎么办 不料法政云淡风轻 告诉刘备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以他对刘张的了解 刘张是肯定不会采取这种战术的 果然刘张说乌恩惧敌以安心 慰问动民以避敌也 并因此罢出了正度 由此可见 刘张的确是个仁慈之主 他不忍心伤害平民百姓 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这样 刘张放弃了反败为胜的希望 期间 由于庞统在攻打落城时不幸中箭身亡 法政成为刘备身边唯一的智囊 法政写了一篇劝详信给刘张 指出落下虽有万兵 及坏臣之族 破军之将 若欲争一旦之战 则兵将势力实不相当 为今之计只有可图变化 以保尊门 刘张虽然没有回信 但是这封信的确动摇了刘张 坚决抵抗的意志 最终围攻成都 当时成都尚有精兵三万 钱粮可以支撑一年 军民都主张死战 不过刘张已经失去斗志 他说 父子在周二十余年 乌恩德一家百姓 百姓攻占三年 积高曹爷者 以张顾爷和心等案 最后 刘张决定投降 刘备占领成都后 把刘张牵至公安 并将财务归还于他 再配镇威将军印信 也算是有大将风度 战有一周之后的刘备 从此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 而法政则由于苦劳功高 被任命为蜀郡太守 杨武将军 外统都纪 内围某主 完成了从小官吏 到一方大将的逆袭 不仅如此 刘备还于法政建立了 深厚的君臣之情 走到哪都要带着他 例如公元215年 孙权率军进攻荆州 刘备从一州紧急回援 当时随从的军师 就是法政 公元217年 法政建议刘备主动出击曹操 夺取汉中 他的理由是 曹操平张鲁定汉中 却没有趁势攻去巴蜀 只留下夏侯元和张和镇守汉中 必定是国有其他优患 此刻我军全力进攻 可以一举攻克汉中 大好时机 岂能错过 攻下汉中之日 广农击鼓 官挑四系 尚可以倾覆寇敌 尊讲王室 终可以蚕食雍梁 广拓净土 下可以固守要害 为持久之计 刘备一口答应 其实 刘备等蜀汉高层都能看出 夺取汉中对于蜀汉政权的重要性 刘备的另一位谋士 黄泉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而且时间要早于法证 其实 有这种洞察力并不难 难的地方在于 如何说服主公 法证对于人的性格和心理的洞察 超乎常人 他懂得如何制定正确的话术 以此来说服他人 达成自己的目的 他能准确预测刘张不会兼壁清野 所以让刘备继续进军 他能够准确洞察刘张的心理弱点 索一些动情的投降信 来瓦解刘张的斗志 对于刘备 法证也是相同的思路 历来只有曹操主动进攻刘备 想不到法证居然建议刘备主动进攻曹操 曹操估计做梦都想不到 刘备这次进攻汉中 谋士主要是法证 武将主要是黄中 都是后期加入的成员 老成员诸葛亮等人都留在一周 公元219年 法证让刘备主动放弃杨平关 难渡免税 战据定军山有力地形 成功吸引曹军主将夏侯渊前来争夺 法证看准时机让刘备全军出击 黄中率军居高而下 一举斩杀夏侯渊击溃曹军 黄中也因此一举成名 此一战刘备掌握了汉中之战的主动权 曹操已经无力改变被动的局面 同年刘备占据汉中 自立为汉中王 至此龙中队中率一周之重 出于秦川的战略 总算有了实现的可行性 汉中之战中法证与刘备的感情迅速升温 裴松之在给三国志做的注重说 取出战事并不顺利 其中一次战役 刘备亲赴战线 只见剑如雨下 主将都认为该退兵 刘备倔脾气上来了 不肯后退 眼看没有人敢继续上前进剑 于是法证舍身 当在刘备身前 刘备急忙说 小侄快去避剑 法证说连主公都甘愿 冒剑雨身先士卒 何况我呢 刘备只得说 小侄 我跟你一起撤退 法证给刘备当肉顿挡剑 既是他对刘备知欲知恩的真情流露 也是他所采取的一个策略 当刘备不肯听诸讲劝退之时 法证知道自己正面劝剑也是毫无作用的 不如就利用刘备对自己爱护的心理 帮他挡剑 让刘备为了保护自己而下令撤退 这是法证又一次巧妙心理战术的案例 遗憾的是 刘备在占领汉中的次年 法证就应年早逝了 刘备为他连年哭泣 一吼一吼 赞誉法证生前的深谋远虑 法证的去世 导致刘备失去了陪在身边出谋划策的高级智能 诸葛亮虽然也阻止多谋 但是他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外交和内政之上 而且他也需要镇守后方 保持稳定 不宜随军出征 就这样 在关羽被吴军杀害之后 刘备狂怒之下 清举国之力讨伐东吴 诸葛亮劝不住他 也没法陪同刘备出征 如果那时法证还在 他可能劝不住刘备的军事行动 但可以陪同刘备出征 在前线出谋划策 制定正确的战术 诸葛亮曾说 主公之在公安也 被为曹公之强 东丹孙权之逼 尽则据孙夫人生变于爪夜之下 当思之时 进退狼拔 法效职为之辅意 令幡然翱翔 不可复制 可以看出善于洞察人性 判断局势变动的法证 就是刘备翱翔的翅膀 而当后来法证去世 刘备就仿佛翅膀折断 屡战屡败 法证刘备死后 蜀汉政权就只剩下一个诸葛亮 既管内政 又管北伐 苦苦支撑着蜀汉政权 然而人才凋零 国力贫弱的蜀汉 毕竟姑母难知 他的灭亡 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